今天要总是要介绍一点名词 这些名词呢 像这样我是不会去考你的名词 解释名词 不过希望留着各位参考 以后你看书 看英文书 还有现在慢慢有中文书了 以前几乎都没有很多人说 是怎么参考书中文的 我说好像没有 所以喜欢这个 通常很多原文书想很多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这个字呢 就叫Filtre 就是Filtre 就是律史 那种过滤的方式 指的就是虚精 那如果是Raptor 像有时候讲鸟类 Raptor 就是老鹰类的 就是去猎食会打猎 猎食者 那他加一个尾字 Raptorius 就是讲这种猎食捕猎 就是像虎精等等 齿精也是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食物的种类 还有摄食的器官 做一些介绍 那进入食物的种类 他说吃鱼吃乌贼 吃肉吃藻类 有特别名词 比如像以前我们各位听过 他是吃素的啦 素食者啦 或者肉食者啦 Carnivore Vegetarian 大家看到这一字 不过在海洋里面吃鱼的 前面一个字是鱼的拉丁字 Igithio baggy 是吃的意思 Igithio就是鱼的意思 然后Tuzo就是乌贼的意思 Sarco是肉之类的 Planetone是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或藻类 所以这一支也给各位参考 好 这是一支 大家知道摩香鸡 他最喜欢吃鱿鱼 常常浅浅浅浅浅到深海里面 在里面 哇一阵子 不晓得他怎么打猎 也没人看到 总之上来了 万一搁浅了 哇这就是人类 这是上天 从地底下扶上来的礼物 把肚子一拨开 哇好大一支 就找到这个帝王鱿鱼 我随便编着名字 总共 这支我记得是十二公尺长 十二公尺 哇在深海里的鱿鱼都这么巨大 你第一个想到什么 中国人第一个一定想到什么 哇这人还吃多好 十二公尺好多肉 好不好吃呢 我曾经有一个老师 做鱿鱼的专家 他叫什么 三贵老师 他就说他在美国研究的时候 中国人就会吃 他的指导教授 研究完了 还得弄一个大鱿鱼 所以他就很兴奋 带回家说 更知道 再说来来来 你请我来做这个三杯鱿鱼 或什么 做来请老师来吃 就做了 切了一块 还弄了半天 老师来了 结果一尝下去 哇 这怎么好吃 他做在深海里面呢 他的肉里面很 不仅像水水的 而且很多ammonia的味道 氨气 这下好了 大概还好他毕业了 老师没有记仇 OK 好那有时候解释 这个不同的精盆类吃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这不同的科 譬如这些 哇 我们都考过了对不对 都考得怎么样啊 我来问问看 有谁记得 Visitaride是什么科啊 还是我们住家很仁慈 都考中文的 Visitaride 有谁记得 要不要来加分啊 Zivide Visitaride 这个太简单了 Visit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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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认得哪一个 赶快举手 征求两个 没有啊 哇 好失望喔 Visitaride 他专门吃鱿鱼的 专门吃鱿鱼有两个科 一个是Zivide 一个是Visitaride 赶快猜 猜出来吃鱿鱼 汇金哪一个是汇金 还有二分之几个 汇金哪一个是汇金 猜对了好 跟你哪一组助教刚讲 诶行吗 Zivide 汇金类 汇金类吃鱿鱼的 还有就是抹香筋 刚刚才给你们看对不对 抹香筋就是这颗的 喜欢吃鱿鱼的 OK 这是鱿鱼 好 接下来这是鱼吃鱼 那鱼的也有分这个 全部白的呢 是Demoso 就是比较底层的 有些喜欢到底层吃底层的鱼 有些喜欢吃Pelagic 大洋在水比较中层上层的鱼 不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像Delphine的叫海豚科 海豚科在中间 表示他有吃鱼也有吃鱿鱼 那这个monodontide mono就是一的意思 一脚筋嘛 focinide就是属海豚 focinide 一脚筋属海豚就吃鱼为主 那有吃大洋的 又吃底漆的 好 接下来小型的Delphine的 海豚科小型的一般都吃这个鱼 那这边有个奇怪的家伙 四号他吃鸟 吃seal 还吃这个弯过来吃小型的海豚 还有吃属海豚 一脚筋是谁啊 什么都吃的最厉害海中之王 海中的老虎 虎筋 Ocines 总名是Oca 所以有人说Ocines Oca 都讲到大O 就是他 Oca Oca 有些人就叫他Oca 还中来翻成Oca 来看过家 所以什么翻译都有过去 那么摄氏的器官 我们来看看 器官 这已经介绍过了 虚筋类跟齿筋类 最大不同 对不对 器官 器官一个是筋虚片 Mr.Seti就是虚筋类 他是用筋虚片 筋虚片呢 就跟我们的脚趾板片 就是像我们的指甲一样 诶 助教谁有空 去办公室把那个筋虚片搬下来 麻烦你 再把那个虎筋头 搬筋虚片就可以了 虎筋头会不会太重 搬下来给他们看一下 嘴巴一般来说可以张得很大 好 齿筋类我们看一下 齿筋类 注意看他的牙齿呢 其实带我给你看 都是像圆锥形的 它很特别是铜形齿 跟我们树类 各位回想一下 兽类跟我们一样 有几种牙齿啊 牙齿前面叫做什么 门齿 拳齿 前舊齿 舊齿 对不对 四大类 他们都一样 只是大小有点差别 同型齿 而且他呢 一辈子只有一套 我们还有两套 小时候可以多吃点糖 没关系 等他牙掉光了 第二套就不能随便吃糖了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两套 乳齿跟永久齿 他们就只有一套 那么他们下面的这个根 是有一个根的 这样一根下去 我们是有两根的 这个比较不重要 好 那么看看积蓄板呢 积蓄板我们再看不同精类 积蓄板就要数了几片 那是蛮重要的 是一个特征了解哪一种类 那很特别是他的Fringe 就是边碎 像一片指甲一样 他在他的嘴巴排着 是这样一片一片的排起来 那么他一片要有一面是很整齐的 就好像指甲这样很消得很干净 另外一面呢 就好像用刀子切切切切切 像很多的碎很多边缘一样 待会各位可以看到毛毛的 这个毛毛呢 有时候要转弯的 转一个角度 这样一片下去 他的毛不是这样从各拉平行 而是这样转弯 这样卷毛啊 老师头发也有点卷了 这样卷到后面去 这样来来来 你去看 OK 那么这个边所以有粗有细 所以看种类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这些细节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上下倒的 这边是负面 这边是贝面 你可以看到金须变成上面 一片两片三片这样排下来 这里面就贴成像栩栩一样 栩栩有没有转弯有没有看到 他不是很整齐这样直的 那这个转弯很重要喔 为什么 这样他的嘴巴就可以当做一个什么 像筛子一样 就好像有格子了对不对 嘴巴像刚刚看到影片的蓝金 哇 装了一大堆海水到他嘴巴里面 然后一合起来一挤压 然后海水出来 那里面的一些灵虾类就这样吞进去了 这也是一支须筋从上面这样下来 这是齿筋类他的牙齿 如果把这个须筋头从上面一切 横切切下来 从他的上翰或叫上额 把两边各挂着像两台扫把 这扫把是有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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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堆起来的筋须片 那这个比较短 这个头上面比较平 就是像这样子 一个正切是头很窄 像很有福气下面下巴很大 这两个是什么不一样的颗 有没有人记得 有一个特别的颗 他的头是这样 那另外一大颗 最最最最主要的颗是这样 那你说得好 你不错 这是陆极筋颗 陆极筋想想 陆极筋的嘴巴嘴唇很大 还上面弯的 从下面这样包上来 然后放在准备角落 把鸡须片拿过来 鸡须片放在这边 砍着别弄坏了 好 大家待会下课可以过来看 可以轻轻的温柔的摸 要给各位很重的朋友 欢迎 这是一小片 本来是长长的 好 像一个像一个大扫把 有没有像肚子 像这样很长这样形状 好 我们切了一紧 好 好 那我们简单再来介绍一下 陆极筋刚刚讲 right whale 头特别大 战胜领三分之一 然后他的胃就刚刚讲 非常非常长又很窄 两边挂着非常非常长 特长的这个尖须片 尖须片呢 他的很长 而且他的fringe非常的细密 所以可见他吃很细的东西 他的行为呢 我们给他翻 英文叫skin 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讲到脱脂 哪一边叫skin skin就是这样捞的意思 以前记得念书的时候 然后那个自助餐捞菜 就是什么叫捞 一个一个孤独生物 所以我就翻成嫖绿 嫖绿呢 在饶脚类 饶脚类是非常小非常小的 大概不到一公分 甚至半公分 几个mm体长 还有零蝦类 好 那么虚晶柯 Raco 我常讲Raco 也是看英文 看到这个字 就虚晶柯 虚晶柯种类非常多 他的蚊呢 前面就平的 比较宽 像刚刚刚各位看到 蓝鸡是幽字形的 小虚晶就非常非常尖 其他的就中等 没有这么幽 又没有这么尖 这就是要多看才能知道 金虚片 经常都很短 他不疑 他叫做饮够 或者有时候叫够够 也可以 就是吞饮 可他并不是真正吞到肚子里去 是他的嘴口腔很大 张开的时候 哇 挂了一堆海水 刚刚看的蓝鸡 这样突然变那么大 咳 就一大堆海水 刚刚那个skin呢 他是这样 嘴巴微微的张开 在海底下面 比如说 欸 海底下面 这个这个 一二十公分 就这样嘴巴这样围开 就这样 挠挠挠挠挠挠挠 就好像捞东西一样 ok 所以嘴巴是脏一点 脏一点 然后这个呢 是这样 那整个这样 哐这样 气势糖果这样 然后他的猴腹则呢 会扩大 而且舌头呢 会有伸缩 水要进去的时候 舌头往后缩 可以缩到非常非常下面 整个要进来 然后呢 等到会的 嘴巴一关的时候 舌头要顶回去 水就出去了 然后就压出去 ok 这有图 可以看到 好 开始要要吃的时候 鼓鼻嘛 猴腹则长很大 一关起来 这个舌头呢 开始往上顶 往上顶 然后就往外推 往外推 想出去 他还要吃就是这些 看起来很好吃的 零蝦类 零蝦类 有红色的 所以在海里面 这样红红的一团 像草一样 整个一大坨啊 就在那边蔓延这样飘 他们就这样追着走 ok 那么讲他吃东西呢 譬如说齿筋类 他嘴巴开合开合 开的角度就比较小 你可以看到很秀气 开45度就不错了 可如果虚筋类呢 一开可以开到90度 他这个特别的构造 看这个地方都没有连着 都没有连着 连他的前二呢 两个骨头中间也都是一些 呃软软的韧带 所以他都这样可以整个这样 哇 增开这样缩回来 所以非常非常有弹性 好 这就是一只蓝鲸 可以看他的 头腹着 增开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大 好 他的 venture print 当然有几条 有时候也要算 这个细节 好 一只24公尺的蓝鲸呢 他嘴巴呢 或者红腹着 完全展开的时候 可以吃多少来拧下 四十吨到五十吨 我简直不能想象 一吨就好 今天好重好重 各位你能抬 你有体重要多少 小姐们四十几公斤 五十 男生 能够六十 算五十 平均五十公斤 那几个人啊 一百个人 一千 一千个人 一百个人是多少 五十公斤是一百 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在家室那一千人 一千个同学来 他只要张开嘴巴 一千个人就进去了 OK 这是Cureo OK Cureo呢 有时候广义 广义他包括 还有些小小的红蟹 康虾 饶族类 他有广义跟宅义 通常可以 他也不会去分那么细 所以说只要小小的都在一起 有就吃了 好 这把他排队排下 他精绪便长度 以前各位可能看过 这个Bullhead 就是北极金 Right whale 陆极金 这两个都同一颗的 都是陆极金颗 只是一个头上有很多藤壶 这个没有藤壶 最长可以到四公尺 其他这个虚极类整个来说都很短 都很短 最小的 Ninky whale 跟我们手掌一样大 这个就是Ninky whale Ninky whale 好 所以 各位可以看 这样子想一片 各位可以看 这里有没有 像指甲一片一片 这样子一片 所以一片 跟我们手掌才会一样大 小虚精的 好 慧金 慧金的 有什么 有一个字叫 翻离Pull Pull Pull 就是他在海底 他喜欢到海底 所以他不会住得很深的地方 在一个潜水域 他吃东西的时候 就身体这样转 转到海底去这样 哇 一下就开始吸海底面 泥沙里面的东西 OK 叫Pull 所以他走过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边 他下来了 通常喜欢右边 大部分是右边 这样悬下去 所以很多的金银 灰金 他死掉以后 你看他的这个鸡蓄片呢 左右两边磨得不一样 右边比较短 然后磨得比较厉害 就像我们当吃饭也是到老了以后 你看 老的人 我看十个里面有八九个 嘴巴都歪的 有没有觉得 你看我们总统好像嘴巴越来越歪 后来我觉得奇怪 后来有牙医跟我说 因为我们吃东西呢 常常就一边在咬 你不自觉 自从牙医告诉我 最近就常吃饭想 我现在用左边右边 你应该做记录 大家年轻人们注意 一下子有左边一下右边 两个流就比较均匀 免得老的时候嘴巴歪了 这灰鸡也是啊 他都这样吃 所以常常就是右边呢 他的鸡蓄片比较短的 他这样可以看到 在这样一吸的时候 Pull好像一挖一挖 潜得沙就进到他嘴巴里 然后过滤呢 他的那个网子比较粗 沙子出来 食物在他嘴巴里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海豚科 介绍齿巾类 齿巾类呢 他的这个嘴巴呢 有些有 有些比较短 OK 那么他有牙齿 那牙齿的齿势 我们在讲哺乳动物 常常讲齿势很重要 他齿势就像一个数学一分号一样 上面是上二一边的 下面是下二 所以你要整个嘴巴有多少牙齿呢 就上面加下面乘以二 OK 这个瑞士海豚呢 他上面是没有牙齿 所以是零 下面呢 一排呢 变化也很大 四到十四颗 因为他牙齿这么少 所以可见他牙齿都好用 他主要是吃乌贼 吃乌贼类 Killowell 虎金 他的齿势呢 上面 这边数过去大概二十到二十六 还有下面 夹起来 所以Forskillowell 牙齿再少一点点很接近 好 抹香精 汇精 这我刚刚讲了 记得吗 他们的特色吃鱿鱼的 这两类都是吃乌贼鱿鱼为主 所以牙齿是退化的 抹香精上额呢 没有牙齿 主要是在下额 下额的牙齿很大很漂亮 可以做烟管 汇精的牙齿更少 只需要退化到前面 或者前面一点点 一对或两对 我看一下 好 这是抹香精 这是一个头 你一个人啊 如果站在这旁边 只比他高高一些 那个头非常 头这个高度啊 还不包括下额喔 光是上额在这边 到这边就差不多 从下面不到 是这个腰子 所以人要站下去 像我站那个头指出来一点 好 在牙齿上面都没有 下额才有 好 这个是慧精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对牙齿 或者是这样两对 已经退化很少 所以牙齿退化呢 这个就弓的 男生的牙齿才会凸出来 那当然跟吃饭没关系了 所以我以前有讲过 像那牙齿又很少吃鱿鱼 那怎么抓鱿鱼呢各位 欸不错 都还记得有吸的 嘴巴不用大 对不对 有吸的 好 接下来白精跟翼角精 白精的牙齿呢 他们一个特色喔 颈部可以转 通常在你知道 兽类是一个明显的脖子 头是要可以转的 那随着他要进化到水里 慢慢的脖子就confuse 就会fuse起来 改天你们会看骨头吗 看了没 看了没 看了 已经看过了 都知道了 OK fuse起来 所以他的脖子就开始比较fix 就不会动 那有一些种类还可以转 口可以转一下 表示他在这个特尊里面 是比较原始的 比较原始的 所以脖子可以转 他可能可以用吸吐的时候 这样喷水吐一下 把鱼这样 在看到沙底里面 可能有鱼这样 吐那个水 把那个鱼这样下出来 就可以吃 那么在翼角精很特别 只有男生 还留了上额留了 前面留了两颗牙齿 所以是0-2 0-2 和0 就是说在翼角精 男生才有两个牙齿 女生就没有了 没有冒出来 这个左边这一根呢 还长得特别的长 以前讲过 可以到达10公斤 2公尺多 好长好长的一根牙齿 所以看骨头结构 能在比较是 他的头型更加不一样 人家头都流线一样 圆圆的骨头 很漂亮 他的就很多棱角 很多棱角 就装很多的 装住很多肌肉 台内根 两三公 10公斤重的牙齿 还起来跟这张打架 还要来看一看 对不对 我们都用手 他就用头 对不对 鼠海豚 想一想 鼠海豚牙齿很特别 对喔 他不是椎状的 一般的你看到海豚牙齿 不是像圆椎状的 很简单 他的呢是扁的 好像spade shape 像铲子一样 像有时候像人家说 用那个黑桃 黑桃s 黑桃spey 有没有 spey 黑桃 那只是他上面有点尖 年轻的时候上面比较尖 然后慢慢磨 就想到黑桃把上面那个尖 切掉 就是他牙齿的样子 OK 铲型的牙齿 那么这扁的什么好处呢 他可以有助于切断 各位知道吃牛排刀 有没有你是扁扁的 有锯齿对不对 要切牛排 很好切肉 所以他的牙齿扁的上下来 就这样切 就可以这样切 所以他们吃鱼 可以一下子咬断或切断 他们的颈椎呢 大多数是愈合 不过只有我们台湾这种叫姜豚呢 他是没有愈合 头也是可以转动 最后淡水豚 淡水豚 住在河里面 很多的这个浑浊啊 也看不清楚 所以眼睛也退化 可是他要转来转去 所以背脊也放得太高 不然一转这个人 就整个身体就出水了 对不对 另外呢 颈部很灵活 转来转去 所以他还比较原始一点 颈部灵活 补鱼虾无贼 OK 好 怎么样知道精神吃什么 他的胃 万一有上来的 就是上天来的 带来的礼物 解剖解剖 各个部分都很重要 那有人就把胃 我以前一个学生 博士生呢 王明志就专门做这个 收集了七年的胃 收集了臭钥匙 塞啊洗啊 就找出这些东西宝贝 一看哎呦 哇 海豚吃什么 吃饭啊 哎呀 真是你太聪明了 他跑到路上来 吃个饭的下去 这是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右边应该比较好菜吧 所以你们都不帮忙做家事 对不对 饭来张一口菜来伸手 来帮忙妈妈洗菜啊 在家里要炒鱿鱼的时候 炒乌贼的时候 你们这什么呢 鱿鱼的嘴巴说得好 哎鱿鱼乌贼 有没有 嘴巴中间有硬硬黑黑的 不好吃的就是的 哎 把那个拿下来 每一个种类长的样不一样 上面还下还有两个 每一个嘴巴有两个上下 好像那个一无小嘴 要吃东西嘛 好对不对 那我就学校看 哪个上面下面都要分出来 哪一种就知道吃什么 那这个呢 除了鱿鱼之外 最爱吃的就是 鱼啊 你看看海洋没什么好吃的嘛 除了浮游生物是虚筋类吃的 齿筋类嘛 就吃鱿鱼 然后就吃什么 鱼 所以这是鱼身体里面的 大家想想看 鱼很好吃 鱼肉软软的 吃到肚子一下就消化 当然不见了 那个刺嘛 比较不好消化 慢慢的也消化掉 接下来脊椎骨嘛 也消化掉 最后他身体里面 耳朵里面的石头 耳朵要听声音 都有石头 负责声音传递的那些东西最硬 他一共有三对耳石 其中有一对最大对 这个耳石呢 经过显微镜下面一照 你看 不用高倍 不用很高科技 就普通的解剖显微镜 你看 哎呀是不是很漂亮很清楚啊 一看就知道不同种类了 所以便认鱼 要从耳食去便认种类 而且呢随着他长大 耳食就越来越大 或学生量一量做回归曲線 就知道说 喔他吃的是大鱼还是小鱼 那小鱼跟大鱼呢 在不同年岁里面 在海洋住的水层不一样 在上层在下层 他就可以说 喔这个鲸鱼 可能是在上层住去吃 还是下层你看多有学问 对不对 人类没有办法跟着追着他 就上层下层 就用这样的方法去追 好那知道他住在哪里呢 那有人就要想想看 喔他出没地方 在哪里吃饭 跟海洋环境的因子 有没有关系啊 基本上老是一个习惯 两个斜线平行线 就要探讨这两个因子 是有关系的 金屯出没的海洋的哪些地方 全球这么大 他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很多 有些地方多 有些地方少 那多的地方呢 跟哪些因子有关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当然食物很重要 浮游生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虚极类 都会跟着浮游生物 做一周年的回游 这个夏天到了 我们北半球就要往北走 到北极去吃东西 到天气盘子变凉了 就开始往南走 去生小孩 就追着这个浮游生物这样走 那鱼呢 如果吃鱼的 就要看这个鱼去呢 就像我们的鱼民啊 每年要打鱼的时候 知道 哦冬天乌鱼寄来了 各位不靠海生活不知道 我们现在也开始有点 我们先是要逃海生活 跟鱼民密切配合 然后冬天乌鱼寄一来 鱼民就很兴奋出去了 一天运气好 一百万收入 都一抓一大堆 所以我们呢 租船付他两万 哎呀不够看 付他五万 十万我们也付不起了 那不够看 所以我们冬天哦 不要说海浪很大很难调查 还找不到船调查 OK 所以就知道我们台湾 所以每个都去外面解报 人家说周教授 你为什么不做四季调查 都想像好像在看鸟 看蝴蝶一样很简单 四季调查是今天是很难很难的 OK 順便抱怨一下 希望你在座 有谁做总统啊 做什么就知道了 好 还有鱼的天底 譬如说这个地方呢 欸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出现了 好我们看看永生流 有有些科学家也很棒啊 利用红外线看看这个水的一些温度啊 叶绿素啊 都可以从红外线一照就可以照出来 看看永生流 那就画出这一个 这是很旧的一个资料 一个书 教科书上 这个地方就是陆地橘红色 海洋呢有两分的三种颜色 这个白的透明就是非常贫瘠的地方 经过泥造色 叶绿素越多的地方 就它的生产力 那个光合作用很多生产力 就基础生产力就很高 那这斜线是中等的生产 黑的是High Plantone Productivity 就是浮游生物很多很多的地方 好你注意看看喔 全球常常讲有五大或六大渔场 好虽然各位不念鱼类的 不过就这个图你猜猜看 全球的五大六大渔场在哪里 冰岛 OK冰岛在这里 好看到了冰岛对面这边 这个什么 挪威 以后你会知道挪威很硬 这两个国家就是要补金 因为靠海为生 还有呢 喜欢补金的国家是谁 日本在这儿 你看他也是黑蒙蒙的 还有呢 美国加州这里 然后南智利 智利以前非常有名 但我们看有一些影片 那鱼来了那个Sardine 哇真的是很可怕喔 还有就是南极 南极这边很多 所以南极也很多金鱼 我们日本就很喜欢到这边补金鱼 OK 好讲讲秘识行为 我们再休息一下 好休息十分钟 出去打出去 声音回来之后 回来从哪里进来 从下巴进来 所以这就是他的下额 下额呢 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空腔 空腔 空腔 那好像外国人煮菜用的Pan 所以叫Panbong Panbong 那我觉得比较像我们中国人弄茶 咬茶这种东西 那这个空腔里面装什么呢 如果你现在要解破的话 这就是肥油 这个油很特别 它的振动频率跟海水是一样 所以声音由那边进来 进到这里面 然后进过这个组织 肥油组织一阵一阵 就震到这里要两块的骨头 叫做Builder翻译翻成骨炮 是它的特别的听觉系统 所以你在上礼拜 我们讲叫野化的时候 那个科技叫找到这个 说奇怪这什么狩猎 排了半天找不到 后来看到这个就说 啊知道了 哇这是一只狩猎 住在水里的 因为在水里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它是游离的 跟着骨头没有连接 是包在一堆组织里面 是它很容易在组的时候 制作的容易掉出来 因为它要维持它的松动 这个水这样震动 震到油 油在震到这些肉啊 就这样震动 跟我们路上的哺乳动物 听觉系统是不同的 好谢谢 很壮 可以 可以干活 所以要来我们实验室啊 都要考验啊 要够壮才行啊 好 接下来我很简单的介绍 逆时行为啊 跟我的影片非常非常精彩 也非常多段 七八段 所以我就很简单的 第一个 谈到团体行动 团体烈食 有些种类会 有些不会 如果他会 他一定要会沟通 还会合作 团体到底有几支 有些人 二三十 不是有些 有些精臀种类 二三十 有些一百支 有些上千支 是跟他要吃什么食物的供应量 是有关系的 好 好 那么团体行动的记得 摩香精 很喜欢团体行动啊 领航精 汇精也会很多 但通常有社会结构 比较好的是前面这两个 他们团园呢 经常不是太大 少于一百支 他们这些都吃乌贼 乌贼的营养分的比较差 所以刚刚讲 可能有阿摩尼亚等等 那远阳的种类呢 也常常成群结对 云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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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贼 这些可以上千、上百 好 相当非常多 所以各位看到海边上 哇一大堆跳的时候 绝对不要猜这三种 好 虚精类呢 就通常打丹或成对 淡、水、屯更是 都是扮单独行动 非常敏感、非常害羞 好 好 那还有混种 这一群在游过去的时候 你眼睛还仔细看 有时候不一定同一种 你要注意看 那有些种类是 都是不同精种 鸡尼或海豚的种类 可是有的时候呢 有跟鱼 鱼一起游 像最有名的在这个 在我们对岸太平洋 跨国去打到 加州那个地方 再往墨西哥走一点 叫Eastern Tropical Pacific 那是最有名去打鱼鱼的地方 各位都喜欢吃鱼鱼三明治 对不对 哇好吃鱼鱼最爱吃了 知道这个鱼鱼罐头怎么来的吗 就是去这种地方 用鱼鱼船 然后下一次 等到其中烤以后会介绍 鱼岳跟海豚宝鱼的冲突 在这个地方很有名 做了几十年的研究 就发现了这个鱼鱼来的时候 黄旗尾啊 一群来的时候 上面就搬海豚 飞去海豚大驾一起游啊 好快乐哦 就去了对不对 到底他们是怎么合作的 这个细节就不多讲了 好那有的时候他会循环 好像游牧民族啊 春天在这边吃 夏天在那转转转转转转一圈 这在海洋也是一样 可能有这种周期循环的个性 在这边吃 转转转转一圈转回来 避免耗尽他的资源 每天活动模式也不一样 有些都是晚上出来吃饭 有些白天出来吃饭 这个要细节要好好的 就要慢慢的一种一种研究 那有的时候跟什么有关呢 潮戏 像中华白海豚呢 我们的研究生你们的助教啊 子昊最近又发现到 在潮水可能要涨的时候呢 中华白海豚就冲到河口去 可能要冬小吃了对不对 那当然是跟他的食物的量是有关的 所以要做好研究呢 不仅还要研究 还要有人研究那个鱼啊 鱼吃什么啊 这样一起研究才会完整 那空间分布呢 通常跟永生流有关 为什么呢 永生流你知道这样涌上来流 当他流的时候 把水底的营养炎这样涌冲上来 冲上来有营养炎多 藻类 植物藻类就多 然后动物浮游生的多 小鱼多大鱼多就上去了 所以有人就追踪在英格兰 然后这是陆底 是在这一块 其实再把它涂黑一点 这家是法国 然后他就开始放到海豚 就开始追 这样追 就有一只海豚发现要这样走 这样走 走到这里 然后这样转弯 那上去 然后你就发现呢 他停留这边很大 喔他是去调查 不是追踪对不起 他调查海豚 这个船出去 这是看到一小群 这一中群 这一大群 好几群 然后回去 化成重破面 就发现到他是在这种地形 就斜坡的地方特别多 在台湾也是这样 所以台湾的东海岸呢 非常非常宝贵 我们东海岸出去 是不是很快就斜坡 所以各位去赏金啊 不用走很远啊 老师以前去那什么西雅图啊 去美英州啊 我花好多钱喔 去了 那个坐船 他坐好几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他开始看到金屯 走好远好远好远 你在花莲的话 运气不要太坏的话 出去二十分钟就看到了 OK 运气不好的话 就下次再来 主要有生物吃些什么呢 虚精类喜欢吃的就这些 名字也不用记 你要有兴趣就看看 林虾AB A跟B 这两个是林虾 如果外行文学院工学院 大家看起来 长得都很像 我都像虾子 像不像 那做生物学就很挑剔 你看他这个虚啊 长度不一样 眼睛长的位置不一样啊 就不同种了 COPY POD 叫饶脚类 C COPY POD 长得也是这个样 乖乖的喔 ENPHY POD ENPHY 端脚类 D是端脚类 MISSY 康虾 EESA 这个样子 Anyway 虱蜜子在就很像虾类 台湾常见的精类实性 这是我的博士生 王明志博士 列的清单 给各位参考 常见的1234567 各位如果去赏鸡都会看到 他喜欢吃什么都给你列下来了 其中比较特别 你可以看到瑞士海豚 第一名的不是鱼喔 是什么 鱿鱼章鱼偶尔鱼类 其他都是鱼、鱼、鱼、鱼都吃鱼 腐筋除了鱼之外 还有一大多其他的 还会吃龟鱼、鱿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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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狗 都会吃 OK 胃腐筋也很凶 第二名凶的 也会去咬海豚 有没有 好 腐类的方法 刚刚提过的SKIMING 还有一点这个翻篱的PRO-IN 或者是PRO-P-L-O-U-G-H 可以 还有高品或者硬高品 就记得这三大类 PRO-IN SKIMING 和高品 OK 三大类 这是灰筋下来了 油油油油油 下面有影片 下面下去就上来 他就把很多的泥沙滚起来 他走过的地方 好像打过大仗一样 一个洞一个洞 一个洞 大赤筋 就这样张开大嘴巴 这个是最有名的 那他吃的时候 他会形成一个FABO NET 意思是很有名 气泡王捕食 这很有名的 他要看到一大圈 凝下红的在那边 或者是有鱼小的在那边 他怎么样 让他不要走远 聚集下 他就开始游 一边游一边吐气 各位在水里有吐过气吧 不吐气就不能游泳 对不对 一吐就水泡就 上去 上去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游就一串水泡 再游过去 也有一串水泡 一直过去 就一排水泡一直过去 就好像帘子一样那转一圈 就好像一个帘子 把这些鱼呢 围起来 围起来 围着差不多的时候呢 他们在一涌而下 两三从下面要冲上去 这样吃 OK FREAK 或LUNGE 这个就是他在上面看 很多的气泡上来了 这个精灵就要准备上来了 这BUBBLE NET FEEDING OK 那气泡呢 每一个泡差不多20公分 用手挡一样 这又形成一个 3到7公尺的一大圆圈 好 这个话很漂亮 他就从这边开始游 这样游游游 气泡一直上去 上去上去 再翻身从下面中间冲上去 气泡王吐石 FREAK 就是说用尾巴拍 很用力的一拍 就把他要吃的东西赶到 比较接近这个 产生一个回波浪 然后身体再回过来 这样子吃 好 LUNGE 就两支三支合作 嘴巴张开就一起冲 往前冲 嘴巴长大 好 齿精类呢 常常会合作 齿精类很聪明 会合作 合作一起追 或者是驱赶交叉行径 待会我们影片明显 看到好几支 这样冲过来 冲过去这样交叉 交叉 然后把鱼赶在一起 用声纳症 刚刚刚已经看到了 割钱捕猎呢 这Chinawell 待会也有影片 看他怎么样示范 在割奖冲上去 尤其是这个 面对这个 这个什么 海狮之类的 他抓他 好 那么这是尾巴一拍 把这个鱼呢 把这个鱼呢 集中打在这边 以这水面当作一个隔离板 鱼就没得逃了 这是一个方法 那交叉行径好几支 所以看到这几种 都是大型群体 他们一起帮忙 好几支冲来冲去 这样交叉的游 来赶 好 那么赶的时候这样 这一群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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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叉 把这个鱼群呢 这样游过来游去交叉 滚滚滚滚滚 滚成一个一大头 一大头像鱼球一样这样子 然后他再冲进去 张开嘴巴再一次一次 这个呢 是一群从那边 一群自行的往前冲 还有几支在那边守候 让他给他漏掉 往前冲 这样吃 OK 好 这个也是 对对 Service rushing alongside one another 这是他们几支牌 往前冲 跟前面那边很像 好 这个就是海狮 这典型他们开始 要去抓他 有的时候呢 这几支负责冲 把他们吓坏了 吓坏了 吓他就想逃 就从另外一边这样子下去 然后就 下来还有埋伏 吓坏还有埋伏在那边等他 哇很厉害 这个讲过了 默默湘金正驱赶 驱赶 Ferding 有时候人跟贫贫海都合作 哇真的吗 是你骗人 那待会我收影片给你看 我可以骗你 吓坏 有的时候会合作 吓坏 他们有吃海狮的 也有吃鱼的 在西雅图呢 有一群吓坏喜欢吃鱼 每年鲑鱼 开始要回游的时候 就有开始发一个声音 另外一起听到了 噢声音到了回游来了 所以他们就好几个小的pod 小的群就聚集到一个地方 就开始合作改喻 所以说会合作呢 就表示金屯之间会有沟通 以后我会介绍一下 金屯他怎么样沟通 就跟他的智慧有关系 好对不起讲得很快 是因为今天影片实在太多 非常容易在那边站 来